如果在一个僻静的乡间遇到这样一位放羊人 可能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而视频中的这个放羊人 却引起了远在500公里以外的警方的注意 因为他有极大的可能 是一个逃亡了18年时间的杀人凶手 那是1993年的5月18日 内蒙古暴徒市土又齐的一位老汉报警称 自己的儿子王安心 于5月9日的晚上离家后就失去了联系 随后警方就在事发村外的一处荒地 找到了被掩埋在地里的王安心 经过细致的侦查 发现邻村的一个叫猪六的村民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可是当时猪六早已经不知所踪 因为那个时候的侦查技术远不像现在这样的发达 尽管之后警方投入了大量的警力 进行了长时间的搜寻 但是仍是没有查到猪六的半点线索 直到2011年11月的一天 包头警方突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一个匿名的村民举报 说这个猪六目前有可能正在山西洋洋 由于线索也是这位举报人 从小道消息听说而来的 所以具体的位置他也说不清楚 只知道是在山西 在得到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消息后 警方一开始并没有大动干戈的去山西调查 而是悄悄的调查起猪六的家人 警方认为既然其他村民都能得到这个消息 那么猪六的家人不可能不知道 当时猪六的父母早已经过世 警方就对猪六的兄弟姐妹进行了秘密的侦查 在侦查过程中果然就发现 猪六有一个叫十二军的外甥 目前就定居在山西的朔州市 而且从事的就是羊羊泛羊的生意 在调查清楚十二军在山西的具体位置后 警方就秘密的前往了山西 并通过在当地走访得知 给十二军放羊的人 是一个40多岁身高在1米65左右的人 这个特征跟警方了解到的猪六的身体特征 非常的吻合 2011年12月3日的傍晚 警方提前埋伏在了十二军家放羊的活动区域 并成功地抓不到了那名放羊人 尽管一开始 这名放羊人还想试图蒙混过关 但是面对警方的审问 他最终承认了自己就是 警方苦苦寻找了十八年的猪六 随后他也如实的供述了 十八年前杀害王安新的所有犯罪过程 那是1993年5月9日的晚上 王安新和猪六一前一后的走在村外的小路上 王安新在前猪六在后 走着走着 王安新突然转过身来 同时手里不知从哪抽出了一把尖刀 然后对着猪六大吼了起来 面对着手拿尖刀情绪激动的王安新 猪六的语气倒并没有丝毫的退让 因为他的心里也早就恨透了眼前这个人 他觉得如果不是王安新 他就能和素梅相亲相爱幸福一生了 而素梅现在竟成了王安新的老婆 那么这三个人究竟有一段 怎样情感纠葛的故事呢 素梅家和猪六家是几十年的邻居 两家从父母那辈关系就一直不错 猪六和素梅完全就是青梅猪马 就连两家的父母当时都做好了 结成亲家的准备 在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到了失婚年龄的男女 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 家里的父母都会禁止自家的孩子 和同龄的异性有过多的接触 所以那个年代谈对象的男女都是偷偷摸摸的 而猪六和素梅的交往 就没有遭到对方父母的干扰 由于父母的放任 让这两个人更加的大胆了 猪六记得有一次他去素梅家 素梅的父母正好没在家 只有素梅一个人在厨房烧火做饭 猪六就跑过去主动帮素梅拉风箱 当时猪六手上拉着风箱 脑海里早已是思绪乱飞 对于他来说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后他就对素梅说出了在他心里 重复了千万遍的那句话 伴随着造台里霹雳啪啦的柴火声 两个年轻人完成了感情的又一次升华 两颗年轻的心更是犹如磁铁的两极 被紧紧的吸在了一起 可是就在他们都认为 对方就是彼此终身伴侣的时候 一场毫无防备的变故 把他们硬生生的给分开了 有一天猪六照常来到素梅家 刚踏进家梅 猪六就感觉出了一股非常压抑的气氛 最终还是素梅的母亲 把事情的原委说给了猪六 原来当时素梅的哥哥 因为身体有点小残疾 一直说不上媳妇 最后他的父母实在没办法了 就和邻村的一户人家 结成了换亲的约定 这户人家就是王安新家 约定是对方把王安新的妹妹 嫁给素梅的哥哥 作为交换 素梅就要嫁给王安新做老婆 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 那绝对是一种陋戏 不过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 所以我们无法去批判这件事情 就连当时置身其中的当事人猪六 对这样的事情 也只能被迫接受 短短各把月的时间 一场热闹的婚礼结束 素梅就成了王安新 名媒正娶的妻子 可是时间不长 猪六就发现 素梅回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多 后来猪六一打听才知道 素梅嫁过去之后 过得并不幸福 两口子经常被琐事吵架 按照电视剧里的情节 爱一个人都是希望对方过得幸福 但是现实却往往是相反的 猪六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里就有种掩藏不住的窃喜 可能是压抑的时间太久 找不到人排解 后来有一天 素梅竟主动找猪六诉起了苦 这样一来两人又旧情复燃 对于这样的事情 不管在哪个地方的农村 都是瞒不住的 时间一长 各种版本的风言风语就传到了王安心的耳朵里 1993年5月9号这一天 素梅又一次和王安心吵架回了娘家 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去 王安心就从家里拿了一把刀 直接去了邻村的岳母家 她的想法是 如果素梅在家就算了 如果没在 一定就是去找猪六了 那么当天的晚上 她就要为男人的尊严做点什么了 到了岳母家后 还没见门 王安心就听到了 从屋里传出了素梅一家人的谈笑声 听到素梅在家 王安心的情绪也稍稍平静了一些 可当她退门进屋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背对着门口 在那儿侃侃而谈的猪六 由于当着岳父母的面 王安心还是强压住了怒火 闲聊了几句以后 王安心突然对猪六说 六子 走啊 一起去打麻将啊 猪六稍微愣了一下 心里也知道王安心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她还是跟着猪六 一前一后的出了门 一路上两人没有一句交流 除了村子 王安心率先摊了牌 争吵几句之后 王安心就用随身携带的尖刀 划破了猪六的前胸 猪六就这样也被彻底惹毛了 他徒手夺过了王安心的尖刀 把王安心按在地上 连刺了两刀 发现王安心没有了气息之后 猪六又把王安心拖到了附近的荒地里 匆匆的掩埋后 趁着夜色逃离了村子 后来猪六就逃往了 他认为最偏最远的地方 新疆 最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因为嫌赚钱少 后来又进到了一个煤矿场打工 在煤矿干了几年 慢慢伪定下来后 猪六竟然还谈起了一场恋爱 也就是这场恋爱 差点让猪六暴露 因为恋爱的目的最终是要结婚的 结婚前 对方女孩就要求去猪六的老家看一看 认识认识猪六的家人 这个要求对于一般的情侣 是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对于猪六来说 他却完全做不到 起初猪六就只能以各种的理由和借口 搪塞那个女孩 不过时间久了 女孩就发现了事情的蹊跷 开始各种的怀疑 甚至还要去派出所查他老家的地址 最后猪六就只能偷偷离开了新疆 继续开始了逃亡的生活 在逃亡的途中猪六又巧合的得知了自己的外甥 正在山西养养 而且地方非常的偏僻 之后他就和外甥十二军联系上了 就这样 猪六躲到了一个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没成想 十二军回老家和朋友们聚餐的时候 酒后无意间把猪六给他养养的事情透露了出去 这才被警方获得了线索 这场长达18年欠下的债 才最终得以偿还 不是为了带来 咱们都动发了 动发了就要自首了 主要的是来年八九年出国 看来是企划界都完的 然后总要盖黄 都要把自己 走下来